我们继续走一趟赌场 但一看的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性电子展 CES明天就要开幕了 来看看今年的智慧趋势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是美国Las Vegas的CES展场 其实呢明天才开幕 不过今天是媒体日 已经有不少大厂的记者会先行开跑了 因为电子展就是看手机新款吗 那有点落伍咯 韩国LG星座是可以测量你生命指数的智慧耳机 跟触控手环 穿戴式装备到底有多好呢 手机场做当然不稀奇 但现在连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Intel 也来分一杯羹 穿戴装置根是为宝剑显然最当红 全球第一支的智慧型牙刷 侦测你每天能刷掉多少牙垢 小而美新奇但大也是本届的焦点 联想推27寸巨无霸平板 而三星则发布105寸的可弯曲大电视 CES有破两万种科技亮相 厂商摩拳擦掌 要抢经济复苏的美国订单 TVBN新闻 李亚南 廖佩军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采访报导